两个黄黎明翠柳 你还没有女朋友 此中双土帮地走 你还没有男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搞笑审取越来越受年轻人欢迎 从之前的小苹果到最近的单身狗之歌 反正无论是老歌姓歌 能唱头的都是好歌 不过年轻人总是一茬一茬的 体可不只是当代年轻人的特色 今天就让大家看看爷奶奶班的人 年轻时候有多急 我掐指一算 屏幕前面就有一个光棍对着手机傻乐 对单身人是不友好 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现在我们称其为单身狗 而在咱们爷爷奶奶那边就叫光棍 而这首恶意满满的歌曲《光棍虎》 就是65年前创作的 由当时著名的香港女演员林黛演唱 我妈没想到爷爷奶奶们当时就这么会玩的 歌词扎心就算了 就这MV分明就是大情骂笑呗 感情小齿传是我自己 我要唱歌 哎呀我真是我是个狗了 我找不到飞机啊 金风虎啊可思娘 马子上来就不好 模样不比人家强 金声秀香我做花脚 金声秀香我配富狼啊配富狼 你们没有了蝶和猫 你们每个都没有家 要说起来 这位名叫林黛的奶奶 可以算是祖安之母了 骂光孤儿就算了 这首祖安童谣孤儿乐园 原唱今儿也是她 因为歌曲奇外的三观 和非常有冒犯性的歌词 还在去年大火过一阵子 专门用来对人 但即使人想要评价这首歌 就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情景和来源 这首歌源自1956年的香港电影《梅姑》 讲述的是一个孤儿的故事 而这首歌是用来洪托氛围的 并不是真的唱给孤儿听 如今脱离了那个情境 再没有了解过前言后果的网友们听来 自然就会显得怪异 引起人的反感了 流眼泪 傻不傻 傻傻傻 傻傻傻 该不该说大话 说大话大嘴巴 不用更傻不傻 傻傻傻傻傻傻傻 读好书干什么 为社会为国家 这首我真的很不错 也是前两年大火的洗脑神曲之一 因为简单立志的歌词 加上略显中二和魔性的舞蹈动作 让网友们一边大喊有毒 一边暗中模仿 但其实这段MV并不是原版 这首歌是由歌手武斯凯在93年演唱的励志歌曲 还被选为国家产品形象主题曲 但后来这首歌却成为了传销公司的打鸡血神曲 这段舞蹈也是后配的 另外还有一首不要认为自己没用 这两首歌被并称为传销二神曲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歌是什么感受 我反正听完就是垂死病中 惊作气还能组完数百年 你还知道哪些神曲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